为什么童家世能成为满洲八旗第一大姓氏呢? 满族的全称是满洲族 满族八大姓指的是清朝时期满族的八个显赫的姓氏 我们就以沈阳满族制记载的满族八大姓氏为准 这八大姓氏分别是 童家世、瓜尔家世、马家世、索桌罗世、复查世、纳拉世、扭咕噜世和齐家世 清朝灭亡后为了方便满族八大姓氏分别改用了汉族姓氏 变为童、官、马、索、贺、妇、纳、郎、延用至今 在满族八大姓氏中 其中有一个姓氏最为特别 那就是童家世 因为只有童家世是出自汉群旗 而其他七大姓氏都是满洲旗人 因此在满洲八大姓氏之中 童家世是具有汉族血统最多的满族姓氏 其实满族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 也基本不存在存血统的概念 满族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先民 应该是先秦古籍中的速胜人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 明末时期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开始崛起 最终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 随后以女真部落为核心 又吸收其他居住于东北的民族 形成了当今的满族 当时被纳入八旗 也就是满族的其他民族友 厄文克人 厄伦春人 贺哲人 部分蒙古人 朝鲜族和汉族 因此 所谓的满族八大姓 有可能都具有汉族血统 当然 汉族血统最多的 仍是出身于汉军旗的童家氏 童家氏 原来为汉族的童姓 童家在明末时是辽东的大族 努尔哈赤崛起后 童氏家族 童养姓等人 果断投靠了努尔哈赤 并助其崛起 最终成为清朝所谓的从龙功臣 加入满洲之后 为了区别没有入旗的汉姓 童氏在童姓后 加了一个加字 以示区别 也就形成了满族八大姓氏之一的童家氏 众所周知 在如同奴隶制一般的八旗制度中 汉军旗的地位远低于满洲旗 童家氏 以汉军旗出身 能够位列满族八大姓之一 当然有其过人之处 满清八旗崛起之时 虽然童养姓 童养正 图赖等图氏家族的领兵大将 战功赫赫 但是满清八旗中 拥有战功的比比皆是 并不能凸显出童氏 更不足以让童家氏 位列满族八大姓氏之中 童家氏虽然被编入汉军旗 但实际上 早在努尔哈氏崛起之前 童家就与努尔哈氏的关系极为紧密了 努尔哈氏甚至还做了童家的上门女婿 努尔哈氏的长子楚英 赤子戴善都是童家女儿生养的 而且努尔哈氏也曾以童性自居 可见童家与努尔哈氏的关系之亲密 这也就难怪 为什么努尔哈氏起兵之后 童家竭尽全力支持努尔哈氏的 同时 据童养姓后人自称 他们本就出身女人 这一点也得到了清朝皇帝的认可 也就是说 对于满洲八戚而言 童养姓家族本身就是自己人 童家是最厉害的 其实不是男人 而是女人 童家是依靠这些女人 几乎成为满清中前妻 最具权势的外妻之一 康熙的生母 顺之的孝康张皇后 就是童氏家族童突赖的女儿 此后 康熙的孝仪仁皇后 道光的孝慎成皇后 都是童家氏出身 当然 童养姓出身的童家氏 并会满足童家氏的全部 据签订八旗通日记载 童家氏分为三十只 童养姓的家族 只是满足童家氏中成就最高 名气最大的一只罢了 拍摄来的目标